身价千万的张宜宁为何嫁给50岁老头,生完孩子后他道出真实原因,稍微关注点体育运动这方面内容的网友们,应该都知道那个打乒乓球的张宜宁吧,还有一些网友给他起了个外号,叫做大魔王,张宜宁6岁的时候对乒乓球非常感兴趣,于是就开始打球,这之后就充分体现出了张宜宁在乒乓球上的才华, 张宜宁10岁的时候就进了北京队,12岁的时候又进了国家队,然后就开始等了他为国争光的生涯,张宜宁拿到过的奖项之多,应该是很多人从来都没想象过的,比如说第46届的女团冠军,奥运会上的女单冠军,还有好几次世界杯冠军,他拿过的世界冠军次数有20次左右,可以说只要是张宜宁在, 那其他人基本上和乒乓球冠军无缘了,得过这么多次冠军的张宜宁,无疑是出名了,各种广告代言接踵而来,再加上他得到的那些奖金,可以说他是身家千万,真是令人艳羡不已。 按理说这样一个自己有钱,乒乓球还打得这么好的女子,最后应该会选择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子共度一生。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,身家千万的张宜宁在退役后,为何会嫁给一个50岁老头,一个名叫徐薇的商人,真是让人想破脑袋都想不到啊。 那么张宜宁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呢?网友们纷纷爆发了他们的八卦之心,各种猜测都有,甚至还有人怀疑张宜宁是为了钱,才和徐薇结婚的。 毕竟他们觉得运动员没退役的时候能挣到钱,但是退役了就没有什么资金来源了,这个说法很快就被否定了。 想想也是,一般的运动员可能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,但是到了张宜宁的那种级别,随便接个广告都是一笔钱,他怎么可能是因为钱财嫁给徐薇的呢? 这就让网友们对张宜宁嫁给徐薇的真实原因更加的好奇了,一直到张宜宁生过孩子后,他才亲后他道出真实原因,张宜宁说他的择偶标准有三点,第一点,三观和自己一样,第二点,要爱自己,第三点,对方身上要有值得我敬佩的地方。 张宜宁说徐薇在这些方面都很吻合,并且自己还在对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,那为什么还要在乎年龄这种无关紧要的事? 张宜宁说的一点都没错,当你遇见那个对的人的时候,哪会在乎对方的年龄? 张宜宁和徐薇结婚不久,家中就新增了一元,是一个小公主,一家人过得那叫一个幸福美满,看到为国家赢得那么多次荣誉的张宜宁如今 过得这么开心,这么幸福,谁还会在乎那个让他这么幸福的人有多少岁呢?